好啦 我們從頭看一下 什麼叫關係代名詞快速解題法 第一個 你要先找出它是人還是物 我先看到第一個是人還是物 所以第一個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今天前面是人 後面是動詞的時候 我們應該接著關係代名詞是什麼 who 好 第一個是who 第二個 如果它後面是名詞的話呢 who's 第三個 後面是主詞加動詞 who's 會 而且一定要who 對 因為它可以省 沒錯嘛 好 再來我要請你們看的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例句我都給你了 例句我都給你囉 所以呢 這個部分它是因為它後面接受了這個受格 所以關帶其實本身就是包含連接詞加代名詞 好 那我們看第一題 你會知道答案是who的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前面 它是人 沒錯 第二個 後面 它是動詞 所以在這裡嘛 第一點比較 喔 我都要把數了 在這裡 所以它是動詞 那第二個為什麼可以是who 可以是who 可以是who 可以是what 可以是let 因為它的後面 再來一次 前面是the woman 是人 那後面呢 它是主詞加動詞 所以考試 除了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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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life之外 其實有第四個答案 選擇題裡面 插插 對 也可以 可是等一下考試 你只能寫出who 而且你要記得括號 好的嗎 那第二個 我們再試試看喔 一樣 它是人的時候我們再寫一次 前面是人 後面是動詞的應該是什麼 who 第二個是名詞 第三個是受格 who 而且它括號 我復習你第二次囉 好 看看這一題 like the boy hair 為什麼是whose 名詞 OK嗎 好 再來 那第二個 如果是東西的時候怎麼辦 剛才人是who啊 who's啊 過了嗎 可是這裡如果 第一個 前面是東西 後面是動詞的時候 第一個 which 第二 who's 第三 which 而且它括號 那可以用left來代替的 通常就是只要它不是名詞的都可以 好 第一題 I love the computer 不是人喔 然後後面是動詞 所以第一題應該是 which 因為後面是動詞 第二題呢 who 怎麼知道是who's 對 因為cover 是名詞 這個中文就是翻成說 我喜歡那種書的封面是黑色的那種書 那第一題怎麼辦 我喜歡那種又快速又簡單使用的電腦 沒錯 好 再一個 再複習一次 前面是東西 後面是動詞的 which 第二 who's 第三 which 而且要往好 那可不可以用left來代替 可以喔 好 再一次 跟剛才不太一樣 which 為什麼 so wait 對 那後面是主詞加動詞 欸 我應該要往後移一點 OK囉 到目前為止覺得難的舉手 欸好 太好了 沒有人 往下 那一定要left的狀況 剛才我有說 你們要五個要寫出來嘛 再複習一次 第一個 現行姿勢 來講五 第二個 巨手已經有 五個會 第三 對高級 第四 好 第五呢 這個一定要背 可是考試其實最常考哪一個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有講的 the only 要記得喔 好 來第一題 這是我看過最棒的電影了 叫Lizzy 也是像安娜貝爾 是我看過最棒的電影 其實沒有用 因為我不喜歡看那種電影 所以 the way 是什麼是the way 是the way 是the way 想一個原因 為什麼 好 那我問你喔 他可不可以審 可不可以審 可不可以審 什麼時候可以審 我們再複習一次 什麼時候他是可以審的 後面是主詞加動詞 好 我看這句有沒有主詞 有 有沒有道詞 有 他可不可以審 可不可以審 可不可以審 好 所以 這題應該要寫的就是 titled 而且你要加好 因為他是最高級 第二題 他唯一記得的那一件事情就是那條車禍了 好 為什麼是 Ela 對 因為 The Last 它是敘述 OK嗎?對,我箭頭會再往後摸 所以記得,它是led,而且它可不可以剩? 我也什麼可以剩? Be remembered 對,它是主詞加動詞 好,再來往下看 那你們剛才那個講義裡面有what啊 what什麼時候會用? 剛才有問我說,什麼時候會用? 第一個,動詞的後面 因為你們剛才從剛才到現在為止 你們學到不是人,就是物 它一定是名詞 那什麼時候用what? 它呢,第一個是動詞的後面 第二個呢,是聚首第一個字 原因是因為它前面沒有名詞 所以沒有名詞的狀況之下 其實為什麼說畫的這個字叫做準光帶? 它是最標準的光帶 在哪裡?我先畫給它喔 來,第一個,先找出這個 光帶其實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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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代替的呢,前面其實是因為它會有一個字 所以名詞加光帶 只要是一個名詞加一個光帶 它就會變成what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放在動詞的後面 譬如說你一句,我聽不懂你講話 看清楚喔,叫I don't understand Understand是什麼詞?動詞 所以它我們剛才寫的都是名詞啊 不是人就是物嘛 那這個swat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它欠了一個名詞 所以其實應該答案有很多種 第一個應該是說 I don't understand the thing which you are talking about 不然就是說 I don't understand that which 那那個let就是你所說的那件事 啊不然就是all let,對不對? 可是考試著一個字怎麼辦? 對,the three題 what,一位動詞的後面 可以省略嗎? 可不可以省? 可以嗎? 除非你是有能力 你才可以省略嗎? 不然它是不行的 好,第二題放在聚首 這個一定要記住 這我曾經跟你們說過 結婚第一天就要跟你的老公說 你的就是我的 你一定要記得跟他講這句話 今天開始我是你老婆了 所以現在你所有的東西 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 我的還是我的 所以這句話 你的就是我的要會講啊 你如果贏以後你的老公是阿兜啊對不對? 所以怎麼說 為什麼說what? 句首嘛 啊其實它本來的句子應該是 the thing which is yours is mine 是這樣的關係 OK嗎? 所以你只要記得動詞後面 跟句首第一個字的我們要what 好啦,再往下 再一次,一定要what的狀況 我們剛才說的第一個 它等於the thing which 等於that which 等於all that 你仔細看這三句又什麼都一樣 其實都一樣 這就是我所擁有的東西 好第一題 this is all let 這還寫不出來怎麼辦 all的後面 all的後面 let 第二題 this is 看清楚這是動詞後面 what 欸很棒 what 第三題 this is the thing which 考試就這樣考慮 難嗎? 要背啦,這個要背啦 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背了 好,一定用what的狀況OK囉 因為我講過很急 很急的要把它講完 所以我會講很快 好,再來 一定用where的狀況 通常什麼時候會用where 因為第一個 你省略了界隙子 就是界隙子不見了 那這個界隙子通常是誰? 我們剛才有誰到? 年月四季早中幫的? 印 好,再次印接什麼? 年月四季早中幫? on呢? 星期日、時節日 at呢? 幾點幾分 那是因為它後面 寫不出來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in which on which at which 它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不對? 第二個因它強調的是地方 所以它強調地方的時候 你看喔 通常考試就是 in which on which 等於where一個字 那你看這三句 開頭都是this is the house 這一棟就是那個林氏一家人 姓林在他們家的房子 好,第一句用什麼? which 為什麼是which? 對啊,你們說的啊 你which啊 第二個 this is the house 欸,印頭到後面來了 所以它還是什麼? which 對,which 第一張句 你會發現印不見了? where 對,我省略了界隙子的時候 我就只好用where 這三句消化一下 給你30秒 看一下 這三句你一定要分清楚喔 因為考試你要看它有沒有in 有沒有on 如果沒有的時候 當然你就勇敢的去選where 這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會發現 欸,後面有in啊 後面有on啊 後面有at 有from啊 那強調地方 你就記得 可能要不要有where 還是which 要分清楚 看到嗎? 最後 分詞勾句 什麼叫分詞? 其實簡單 等一下你們要寫的 就是ing跟pp 這樣就好了 那什麼時候會是分詞勾句的原因? 在於你們第七課 特徵、長相、配件工具 用哪一個介系詞? 特徵、長相、配件工具 with 那印尖 顏色、穿著、方法、語言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會考的 只有講人的特徵 譬如說這一句話 三句其實都一樣 這就是那個長手法的那個人 好 這三句他在哪裡? 來,第一個 我們在複習上 前面是人 等一下 我找一下我的點點在哪裡? 比加 前面是人 後面是動詞的 剛剛你們有寫到啊 前面是人後面是動詞的 who 第二個 你會發現 欸糟糕了 沒有動詞了怎麼辦? 就是你的比奇克特徵、展相、配件工具 可是其實可以少了拿兩個字 你知道嗎? 可以 我們剛才有說的 我要審可以 關帶跟什麼一起審? B動詞一起審 對 這兩個其實可以放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怎麼講? This is the man who is with long hair OK 當然不會用who is 應該是who has 你要知道 who has 會更好 那第三句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答案 This is the man 你們剛才說的啊 我長頭髮有沒有 講who 為什麼這麼難寫? who has 對不對? 我沒有who has 你就要考慮 請問你是被頭髮有 還是自己有長頭髮? 自己有 那主動我們就會用ing 所以答案就變成 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去管它 是過去式還是現在式還是未來式 都不用管 它只管它主動跟被動 所以主動就加NG 被動就加PP 好了嗎? 拜拜 這樣應該可以考了吧 好嗎? 我來講